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 亚洲通涌入美国决策圈 中国幻想破灭 据BBC报道拜登就任总统后 资深亚洲通进入美国政府的安全外交决策圈 分析人士猜测 这是否暗示拜登政府对中国朝鲜政策可能出现转变 2月初拜登在五角大楼宣布要重新审核 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军事政策 表示这将有利于制定处理中国相关问题的正确路径 拜登说制定中国政策需要政府各部门共同努力 国会两党合作以及巩固联盟和伙伴关系 这样才能应对中国的挑战 确保美国人民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 媒体分析注意到聚焦亚洲似乎是拜登政府 同川普政府少有的几个政策共同点 美国法务新闻报道说 拜登表示要采取所谓整体政府方式 举措包括任命库尔特·坎贝尔 在白宫协调亚洲政策的职务 坎贝尔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 印太事务负责人 他和拜登政府的新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希拉里领导下的国务院的老同事 分析人士认为坎贝尔的任命 或许也是华盛顿向其他亚洲盟友发出的一个信号 美国重返亚太地区 早在2012年 中国曾形容坎贝尔是当时美国转向亚洲战略中心转移的主要设计者 坎贝尔当时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新华社的报道将他列入当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名单 美国战略中心向亚洲再平衡实行了10年后 现在该政策的主要发起人坎贝尔进入白宫安全和外交政策制定核心 美国外交问题评论员蒂姆什洛克最近在国家杂志上评论说 坎贝尔的职业外交官和游说活动生涯都与他对亚洲冷战的态度分不开 他在理念上是中国的反对者 在此次出任亚太事务负责任之前 坎贝尔曾经多次敦促美国和盟友携手抗衡中国 2019年他和沙利文曾经撰写题为没有灾难的竞争的文章 称美国既可以挑战中国也可以与中国共存 但文章也强调为了有效的与中国竞争 美国的战略必须从其盟友开始 施洛克认为坎贝尔是美国政府中最亲日的官员之一 他还说坎贝尔把支持日本及其右翼执政的自民党 当作美国在亚洲结盟的基石 2009年被视为亲中派的日本民主党领袖 揪山游继夫选举获胜担任首相 揪山游继夫提出所谓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以及要搬迁冲绳美军基地的竞选承诺 被认为同美国转向亚洲战略相左 当时担任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访问日本磋商 双方最后在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上达成折衷 不久日本首相揪山游继夫下台 他在当选首相不到一年后 因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 以及不当处理同美国关系问题而辞职 施洛克在国家杂志撰文还说 在坎贝尔看来 韩国是美日遏制朝鲜弃和 遏制中国的结盟中的小伙伴 拜登就职总统后任命的第一个亚洲问题专家 是担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 副助理国务卿的朴正弦 朴正弦在进入国务院前 曾是中情局CIA的朝鲜问题专家 后来在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朝鲜半岛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的简历介绍说 朴正弦是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曾著有成为金正恩CIA前官员解读 朝鲜神秘的年轻独裁者一书 该书被视为理解金正恩的权威性专注 有含义背景的朴正弦被任命为 国务院亚太事务负责人 被韩国外交界看作是个好消息 不过他曾公开批评韩国总统文在寅 对朝鲜的和解政策是单相思 有分析认为 朴正弦或任命进入国务院 暗示拜登政府或许将和川普时代 美国对朝鲜政策进一步拉开距离 朴正弦在过去四年中一直批评川普的朝鲜政策 他说2018年川普和金正恩的新加坡联合声明 缺乏牢固基础 无法依此展开实质性的工作谈判 他还批评川普政府对韩国提出过度要求 即提高韩国分担美国在韩国驻军费用的比例 国家杂志的文章引用位于首尔的亚洲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高明轩的评论说 很明显 华盛顿将不会同朝鲜直接就去核进行一对一的合作来解决问题 华盛顿将加强美国韩国日本联盟 并以此为轴心对朝鲜和中国做出反应 今年1月 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研究部主任拉什多西 在外交杂志撰文说 川普政府对亚太政策造成了系统性的伤害 并说在应对来自中国多方面的挑战中 盟友和伙伴十分重要 从中国获得某种服从也很重要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王毅指称美国打压中国 余茂春说 贼喊猪贼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2号向拜登政府喊话 希望美方放弃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对中国企业的制裁 王毅指称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 最大困局根源在于美国前政府出于政治需要打压中国 川普对华政策核心幕僚余茂春则强调 中国侵害人权没底线 做了很多违反国际准则的事 不仅是跟美国的问题 中国跟全世界都过不去 中国外交部22号在北京举行对话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 王毅在论坛上发言说 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 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 而人为气起的高强 真正客观准确的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 读懂中国 王毅表示 希望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 停止对中国的猜疑 和对共产党 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 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 停止在香港 新疆 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王毅还表示 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 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 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 实施各种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 希望美方尽快解除 对中方团体在美活动的各种限制 恢复交流 王毅的谈话重复了日前 习近平与拜登通话时提到的 因互相尊重 不干涉内政 管控分歧 避免误读误判等主要基调 不过王毅进一步将中美僵局甩锅 是川普政府的问题 挑起美国政府前后任的矛盾 并进行切割处理 对此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 及规划顾问 现任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余茂春反驳说 王毅说这个话没有任何底线 没有什么逻辑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美国跟中国过不去的问题 是中国跟全世界都过不去 所以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没有几个朋友 不仅仅是说美国跟他不好 连他跟欧洲的外交 跟周边国家的外交 基本上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 所以他把这个事情推到美国头上 这个是叫贼喊捉贼 所以说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也不认同王毅将中美关系交恶 单方面卸责给川普政府 夏明说 尽管拜登上台后 正清理川普在内政外交上 引起的许多诟病和批判 但是恰好在对中国的认识上 大家一致认为 在川普四年的任期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体制 对习近平的认识其实更加深更清晰 拜登政府上台并没有推翻川普总统对中国这个政权和他的走向 和对美国的威胁这种基本的评估 并没有办法推翻 在对华政策上 拜登跟川普可能是在所有重大决策上最有共识的 里面有非常多的连续性 2月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话 以及11日拜登与习近平通话时 都提到了对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的关切 拜登在CNN的节目中被问到新疆人权时 也警告中国要承担后果 但杨洁篪、习近平、王毅都称这些问题是中国内政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同场座谈会上也强调 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中方没有退让余地 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对此余茂春认为 这不是说底线不底线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上 自己根本没有底线 无所顾及 所以我觉得中国说这个什么底线 表面上显得振振有词 实际上心里面是很心虚的 余茂春还说 大面积的盗窃美国的商业机密 阻止全世界受到疫情折磨的国家和国际社会调查疫情的源头 甚至对中国境外进步民运人士进行打压 这些通通都不是中国的内政 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所以说中国政府要让别人尊重 首先得尊重国际上的基本法则 而且中国政府在周边国家 在全世界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跟国际上基本的标准不适合的 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大谈互相尊重 原则就是要在中国做这些很多违反国际准则的情况下 要让国际社会视而不见 所以这是不能容忍的 中国现在就是说一套好听的话 另外做非常糟糕的事情 余茂春认为 中国老畅相互尊重双赢这些调子都已经不合时宜 美国政府现在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个老路上去 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 对王毅声称美方应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 以及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无理打压 夏明指出 中方倒果为因 过去美国协助中国发展采绥靖政策 但是美国看清了中国透过不合理剽窃扩张 想推翻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霸权野心 美国绝不会做第二把交易 美国必须把制造业移回美国 在全球高新技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跟中国科技贸易合作脱钩 对具有解放军背景或中国国企在美国的投资收购加以限制 管控中国学者参与美国高科技研究 美国不会回到过去40年在资本市场和技术交流上 对中国大方的做法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YouTube下架3000个频道 清一色全是中国账号 中央社2月22号引述国际性杂志资讯安全披露 视频资讯平台YouTube目前已下架近3000个频道及账号 他们被视为中国及俄罗斯等国发挥舆论影响力行动的一环 互联网巨头Google的一个风险分析小组负责人指出 这些频道大多上传包含音乐娱乐和生活方式等中文垃圾内容 一小部分上传渲染美国应对新冠疫情以及政治旗舰加剧等中英文内容 而YouTube下架的2946个频道中 绝大多数被视为中国发挥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 据报道 谷歌的上述团队接下来将聚焦于俄罗斯 包括YouTube上三个频道两个账号 及一个行动装置开发者账号等均被下架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推行数字人民币 其运作机制其实与中国已十分发达 每年交易额高达293兆人民币的数字支付类似 而现在传出几乎垄断中国数字支付的蚂蚁集团及腾讯 现在都将参与数字人民币的计划 彭博在报道中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 指蚂蚁集团支持浙江网商银行 以及腾讯支持的微重银行 都将被引入数字人民币APP的数字钱包 目前该APP上仅有6家中国国有银行 蚂蚁集团拥有的支付宝和腾讯拥有的微信支付 控制中国每年1300多兆数字支付交易额的94% 因此报道指出 继6家国有银行后 再引进此两家私人银行 有助中国人行扩大影响力及覆盖用户 进而建立第一档 由主要央行拥有的数字货币 数字人民币机制与数字支付类似 但与如支付宝等由企业掌控的支付商 以及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不同的是 数字人民币由中国人行所掌控 因此报道提到 中国人行提出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就曾被部分人士认为 将会打击两数字支付商的成长前景 甚至可能是要收回中国数字支付业务 据法广报道 中国富豪发现可以购买瑞士的居留证 每年约有4到50中国人 以这种方式移居瑞士 其中大部分在日内瓦州 其次是提奇诺州 之后是沃州 楚格州和博尔尼州 瑞士媒体称 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动向 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 发现了这条通往瑞士的捷径 过去4年 共有34名中国公民 以这种方式来到瑞士 而相反来自俄罗斯的这类移民 却在逐渐减少 2017年以前 每年来自俄罗斯的富豪最多 而自2018年以来 便很少有人来了 据瑞士新闻日前报道 越来越多中国富人购买瑞士居留证 中国游客的身影在瑞士比比结市 但是来定居的人 目前依然凤毛麟角 瑞士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法律条款 为外国富豪移居 瑞士打开了绿色通道 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 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 发现了这条通往瑞士的捷径 过去4年 共有34名中国公民 以这种方式来到瑞士 瑞士是一个富足安全的国度 但是外国人想要来瑞士定居绝非易事 但超级富豪却除外 瑞士联邦外籍人法第30条 明确规定 允许欧洲之外的外国人来瑞士定居 前提条件是必须足够有钱 来自欧洲以外的普通人 想要走正规程序来瑞士工作 生活并非易事 他们凭借高科技技能 可在瑞士获得居留许可 而且就算是高科技人才 获得居留证的人也不多 因为瑞士自2014年全民投票 通过了反对大规模移民动议之后 政府限制了外国人进入瑞士的数额 但富人却可以有例外 根据法律第30条 能为州政府带来重大财政收益的人 很容易获得州政府特批 这意味着只要有经济实力 就有可能在瑞士买到居留权 据每日导报报道 目前瑞士有352名这样的特批移民 最多的是俄罗斯人86人 其次是中国人29人 之后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人18人 美国14人和巴西13人 关于这些特批移民的身份属于国家机密 许多州在被问及时 都会以税收隐私和数据保护的理由 拒绝回答有关个人的信息问题 据该报道 其实在这个领域 瑞士并不是很知名的国家 甚至没有很大魅力 因为想要得到这样的居住资格 外国富豪必须每年至少在此居住半年以上 而且与他国相比 瑞士居留权的价位要高一些 这些特批移民大多需要签署一份 所谓的一次性付清税务协议 对于来自欧盟的人来说 年收入要在40万瑞郎 约300万人民币以上 而针对欧洲之外的移民各州要求不一 比如福利堡州要求最低年收入为50万瑞郎 日内瓦为75万瑞郎 沃州和楚歌州都为100万瑞士法郎 按照这些年收入计算 这些外国富人每年要在瑞士居住地缴付的税额最低也要达到一个低额6位数字 这个数字其实并不高 因为来此定居的外国富豪中不乏亿万富翁 但如果与其他移民国家相比 这个数字就显得大了 葡萄牙塞浦路斯和马尔他都是知名的低价移民国 据瑞士新闻说 尽管如此 日内瓦律师堪诺说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富人选择移居瑞士的趋势并不感到吃惊 堪诺在接受每日导报采访时说 因为这些中国人想让他们的孩子在瑞士上学 他们也很看重瑞士良好的医疗保障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时期 中国放开生育政策官民有分歧 据法广报道 中国东北三省可能率先事办放开计划生育 引发隔绩热议 香港媒体引述中国去年一项大型调查显示 近五成三的受访者赞成取消计划生育 但专家认为 即使东北事办及全国实施 也未必能提升生育率 有专家指出 中国官方的各种刺激生育补救措施为时已晚 并应在1991年就停止计划生育 同时中国2020的实际出生率 比官方公布的还要低约20% 是清朝中叶以来最低 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东北三省可全面解除生育限制 以解决人口减少问题 中国国家卫健委18号答复 这一建议很有参考价值 指东北在深入研判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后 提出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引起中国社会热烈讨论 但中国国家卫健委随后又发表声明 指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 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需要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至于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 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 不是答复全国人大代表的本意 卫健委上述声明立即引起外界揣测 认为中国官方对东北事办乃至全国取消计划生育 该采取保留态度 该报道引据香港消息 中国中山大学2020年发表的调查显示 在14358名受访者中 全面支持开放计划生育政策者达到52.93% 反对者18.81% 近三分之一持中间态度 就年龄层来看 90后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比重最低 仅占40.91% 较80后少了10.27个百分点 更较50后及以前出生者低17.66个百分点 这项调查还针对2307名属 旺盛育龄期15至39岁的女性做调查分析 结果显示 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者仅45.38% 低于整体受访者 若就城乡差异来看 15至39岁的城市女性倾向于政策放开 但同龄的农村女性反对比例相对较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科 日前发表文章说 当前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是生育意愿的低迷 人们理性生育意愿下的子女数已低于政策允许数 即便完全放开生育限制 生育率也未必回升 该报道隐居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 大国空巢作者 易富贤认为 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怎么可能试点 单独二孩就试点失败 全面二孩也失败了 如果再在东北试点就是个大笑话 易富贤感叹 中国官方的各种刺激生育补救措施为时已晚 并应在1991年就停止计划生育 同时中国2020年的实际出生率 比官方公布的还要低约20% 是清朝中叶以来的最低 优优独 dressed para sex 肥者语 优独 afar 优优独 Barré پ Vaticano 本集aan 默